歡迎大家回到今天特別的日子 為什麼特別的日子呢? 因為這個何寶sir一揚子又中了昨晚 所以歡迎大家繼續回來投資場女 和這個何寶sir這個突藥的計劃 這個突藥計劃說有一個正經的改變 正經就是政治和經濟的大改變 今天我們要和何寶sir一起聊天 我是很坦白的 昨晚我們不用一揚子 也不是說贏得那麼厲害 只是微微的贏了一點錢 因為昨晚的市場我看不透 所以只做了兩個我們叫做快閃的盤 看著它下一點點馬上走了 收拾一點點就完了 但是昨晚Netflix也有20%跌到30多了 是啊 整晚都看到兩個這樣的機會 收拾得非常少 就是比起先整個幾個星期 但是簡直是小無與大無之分 昨晚我怎麼形容呢 一直以來我對市場都有些感覺的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我是感情豐富的 你知道嗎 你是一向的 甚至有直覺 那些直覺真的有九成眾的 是一種非常奇妙得與其來的感覺 那些進來我這兩個會 整兩年多的他們都經過那個 透過那個24小時的telegram 都會是感覺到的 你看昨天昨晚的美國市 我唯一感覺到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那些市場有點曖昧 不是正經嗎 很難測 是啊 很難測 是啊 很難測 好像香港說那句什麼 女人心海底針 你猜都猜不到的 非常之吊詭的 是不是呢 你覺得是不是 的確那個猜是 又上又下這樣 就是很難一次就到位了 是啊 例如美國市 股市 納斯特大跌 是 跌了多少點 166點 昨天 但是 杜瓊斯大升 升成249點 搞到那個標譜都不知道 升好還是跌好 那就平留不動 三大指數 所有的表現都不同 完全 截然不同 其實 這個納斯特 是代表大部分的 他們叫做 tech stock technology 還有叫他們做 growth stock 是增長的股份來的 哇 全部跌到一波加鹿 那當然了 好像是那間 什麼Netflix 帶領的了 大分大盤 我有時候 太誇張了 進去看的 Netflix很多好戲看的 但是想不到 現在lockdown 完了之後 沒有人再看 那些account 就越來越少 ok 所以業績跌得非常差 好像跌了三十幾個百分比 只有一隻 是啊 那其他那些 其他的tech stock 都跟著一波一波就這樣跌 ok 跌了幾個百分比 匯市也是一樣 匯市呢 可以解釋 是獲利回套多些 ok 那這個都可以解釋 好像明金對日圓 昨天 一聲 在亞洲市已經衝到上去 129之上 我一直講那個目標130 你知道嗎 所以 當然是吃糊 有糊不吃 罪大惡極 是不是 所以一吃 這樣就糟糕了 一個吃 第二個吃 第三個 契地走得多 每個吃 吃到一二七幾 嗯 通常市場就是這樣的 但是呢 掉到一二七四十五 嗯 停了下來 就向上走回一點了 踩回頭上來 但是還是在一二八之下 玩來玩去 那當然了 我就走一轉快的 叫一些會員 在這裡 但是呢 有利快點收 不要走啊 千萬不要相信我 不要相信我 第一個快閃 我們是贏了的 那個 歐羅對美金也是 由上一天的底線 1.07 60多 這個低位來的 最近的 回升到1.08 55 成 18 都仍然在那個1.08 30多 40多 那裏 現在那個美元 對日圓呢 就上回到1.08 1.28 上回到1.28 上回到1.28 之上了 今天整個早上 都在1.28 30 40之間 OK 今天怎麼做呢 今天就是 如果 還有機會 看到 市 美元 對日圓 跌低 1.28 就是1.27 50 到1.28 左右 可以嘗試 可以快閃 再轉 買回一些 是的 因為快閃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還沒看通過市 為什麼會這樣 除了獲利回到之後 如果 歐羅對美金 在1.08 50 或者資上 都可以控的 OK 現在回來 今天的標題 的主題 就是 想和你們講一下 一個環球 政治 的 非常 非常 嚴峻 的一個局面 現在去到 非常嚴峻 你們不要 當作看戲 那樣 看一張報紙 哎呀 俄羅斯和 烏克蘭打到什麼 現在誰又贏啊 誰又輸啊 誰又俘虜了 什麼 這些全部都好像當故事那樣看 但是千萬不要 這個非常嚴峻的一個局面來的 是會影響 全世界 日後 的政治 和經濟 可以跟你講 雖然 現在正經一點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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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有時間才研究 今天週末 看看我行不行 全球的政治 經濟 民生 甚至 種族 種族 的 過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環境 將會 全部改變 這些呢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出生在 但是 現在這個年代 真是非常之幸福 因為至少沒有打仗 沒有好像我們的祖先 或者 老爸老母 或者阿嬤阿爺 都要經濟打仗 是不是 原來沒有 又不用當兵 你知道嗎 真是幸福 幸福 我可以告訴你 所以 現在突如其來 這件事情 我覺得 如果現在是年輕人 你一定要聽 一定要有所準備 因為你們的一生 有可能 會遇到 戰爭 這樣 那樣 是一個 非常之艱苦的 一個旅程 尤其是你 尤其是你 我是不是會適中的 適中的浪潮 如果沒有時間做節目 我都敢 叫你 延期行不行 延期行不行 我敢 你幫我做 因為完全是為你 的年紀 的人 哈哈 何寶Sir今早 很早通知我 他說不行 這個節目我一定要交給你做 是材女做 然後我心想 覺得很幸福 一定是觀眾 和何寶Sir都很疼我 真是好想 是啊 第一手資料 做媒體的人是這樣的 我們很簡單的 告訴我 我是壞男人 你千萬不要相信 我看這個局面 甚至會變成一個面目全非 不可以再認辯 辯別的一個局面 環球一體化 大家在過去這二十多三十年 一直看著 中國怎樣搞這個環球一體化 全世界怎樣 Globalization 也都 有些國家得益 有些國家就說不得益 但是 現在 將會 在未來的日子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現在其實開始在醞釀著 一個兩極化 是分化了全世界 是兩極 全球各國一分為二 西方民主人權 要跟隨西方國家的思想 的道德觀 價值觀 為依歸 如果不站在他們那邊 你就是敵人 另一邊 當然是那些非西方民主政制的所有其它國家 好像中國 俄羅斯 還有很多的 外面 伊朗 那些 北韓 所以 現在 西方社會那邊 就強迫 所有的國家 要歸它那邊 你不歸那邊 我就會 你們看一下 我們怎樣制裁俄羅斯 你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板 直接把你 全面 制裁 不要說只是經濟 軍事 所有的科技 所有的文化 你的柴可夫斯基 走開 不准在我那裡播 民主社會 原來現在可以這樣 你最喜歡的 巴雷舞 很多 大家都知道 是俄羅斯那邊 先過來的 沒有 你完全沒有 沒有你份 剛剛昨天才宣布 連英國 溫布頓 網球 每年的大賽 完全 不讓俄羅斯 和白俄 那個 Bella Hoos 這兩個地方 的選手 參與 人都被杯葛 直接被杯葛了 OK 還有一樣 就是 昨天 全球 全球 G20 裁長 會議 俄羅斯 有份 OK 那 竟然 到俄羅斯 那個裁長 上台講的時候 美國第一個 白髮臭魔女 耶倫 立即大聲說 我不想聽俄羅斯人 有俄羅斯人在那裡 我出場 簡直就大踏步 走出會場 跟著英國那個裁長 Andre Bailey 我又走出去 這樣 跟著加拿大 那個 叫做 Freeman 又走出去了 所有 美國 英國 歐洲 全部都走出來 總之有俄羅斯人在那裡 我們聞不到他們那股氣 我們就要退場 我聞到火藥氣 我看到拜登怎麼樣是想 這個 禁制 我們中國 在北京的東運會 當時 是發起 和抹黑中國 就叫 所有的 歸它邊的 就不准參加這個 東運會 OK 但是後來不成功 我們試過一次不行 現在呢 就處心積慮 先搞定俄羅斯 但是它搞定的方法呢 直接是 想滅人的國家 滅人的族 你知道嗎 你全面制裁 就是將它枯納了一個國家 讓你什麼都沒有 你一定死定的 整個國家 它不只是說 我不喜歡普京 不喜歡這個 不喜歡這個 不喜歡他們的政治 它簡直是全 俄羅斯 全國 的人 的人 滅足 OK 這件事是非常之力 現在很多人 只是這樣看 制裁啊 制裁啊 又會導致通脹啊 又會這樣那樣 但是制裁 它們自己都不行 但是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呢 那就是一定要將整個俄羅斯的國家 滅絕 更厲害 我們的滅絕金融 它是滅絕人家整個國家 OK 這個呢 看不出他們開會這個manner都沒有 整個香港沒有人講 很多人沒有人講 只是個個看虎仔 俄羅斯跟誰打仗啊 但是現在已經醞釀到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全部歐洲 是合在一起 雖然國有 有些有利 有些沒有利 有些有利 但他們已經團結在一起 不管了 就算我國家死 就像歐洲那樣 我沒有油 沒有糧 沒有天然氣 我都一樣要合在一起 先做死它 這個是真真正正 我可以告訴你 是絕無花架 已經表現出來 做出來 但是呢 那些人還想著 哎呀 又這樣 又這樣 所以我說 這個 全球大轉變 在政治和經濟上面 現在制裁 俄羅斯 經濟 接著 就要到中國 我告訴你 你看到這幾天 人民幣跌了 6.34 美金對人民幣 現在6.36 已經 已經跌了 人民幣跌了兩百點 就是 美元對人民幣 是升了兩百點的 OK 會不會繼續呢 但是現在的藉口就是 我們中國的上海 那個病毒 是非常之厲害 又禁止了 那那個經濟呢 就會在未來 這一季呢 現在4月到6月呢 就一定不好的了 OK 所以呢 我一早已經說了 美國佬 將會不斷加息 加到上去多少都不知道 我上一次 禮拜二跟你說 三萬多 人想加到三里半 是不是呢 那現在呢 十年期國債呢 都已經 升到上去 將近三里的了 2.9幾的了 OK 那就 接著5月呢 那個縮埋表呢 搞了九萬幾億呢 就爸爸聲聲的了 那些遠期利息 OK 所以呢 大家都看到 個個都知道 那個通脹是沒有得救的了 一定會繼續在今年上升 所以 加拿大 加息半裏 紐西蘭 加息半裏 到處都加息半裏的了 只要我一發起加息半裏 全世界都要加息半裏 加少一點 那個是契弟來的 真的 我告訴你 所以 我告訴你 現在呢 還有 拜登 5月 竟然 不理自己 天天都來市 要走去東南亞 探訪所有的國家 要找人歸邊 是啊 找人歸邊 找所有東南亞 東盟那些 因為現在東盟呢 是站在中國那邊 是的 它現在逐個 去訪問人家 那些國家 越南也好 什麼都好 就是告訴他們 押下手 你不跟我 你就死 一樣制裁了你 即是人版來的 俄羅斯那件事 搞得越嚴重越好 是啊 所以到現目為之 你不要說 哎呀 現在中國不怕的 哎呀 現在 我看美國搞不定的 這個拜登沒有用的 不是啊 現在 我是 看不明白 誰會贏 輪到尾 OK 真是看不明白 但是 就肯定 未來 由現在 到今年年底 將會很多事情發生 非常之多 我昨晚呢 一開始看到市 咦 為什麼我開始死了 感覺 失效 不是 我都失誤 我覺得一定是有大事 我的感覺就是 如果變成這樣 通常有大事發生 將會 所以我今天 急不及內耳 先告訴你 才女 所以 我覺得 這個 全球 一分為二 這個動作 是已經 全部 搞到那個 全球 一體化 崩潰 沒有了 已經 沒有了之後 一定影響到金融 經濟 是不是 一定影響到 怎麼樣呢 哪樣是好 哪樣是不好 哪樣是有利 哪樣是沒有你 但是 香港是屬於 中國的 一定 如果中國不好 你都會不好 一定是這樣的 不用說 所以 這件事 你先要 在腦袋裡面 有了這個 這樣的概念 因為 是非常 影響到 我們的長線投資 短線 用什麼 我昨天那些快閃盤 兩個 用什麼 我只看過 幾分鐘而已 是不是 撿了錢我就睡覺了 對 短線 每天都有上上下下 每天都有 OK 你看看那些 短線的圖表 四小時圖 就算 日線圖 你都看到那些上上下下 永遠不會一直直線上去 那把鑑車鑑不了 OK 所以 一切 可以 在短炒裡 賺到錢 如果你夠聰明的話 所以 你正正經經點出 長線 長線就是要擺正心態 擺正你整盤的策略 是啊 全球一體化 已經瓦解了這件事 是一個很大的消息 如果全球一體化 因為瓦解 將會有很多樣東西 匯率 利率 所有的東西 都股市 房地產市 全部都會有所影響 那我們要逐個分析 那沒得談的了 現在美國已經 Exactly 我經常都講 那句說話 If you are not with me 要說Fucking against me 就是這樣了 OK 你不可以說 我站在中間 你不站在他那邊 你就是死 就是我的敵人 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東西呢 五月份 拜登去探訪完這個東南亞 那些東盟國家 之後呢 就會 就會 你們 發覺到 市場會越來越 變 這樣就 你就說 不是啊 印度現在 好像 每個人都說制裁 俄羅斯 他不制裁 還跟他買油 還用奴婢 來買 好像不跟美國 你錯了 你錯了 為什麼呢 我告訴你 印度不是跟中國 不是支持中國 仍然是支持美國 為什麼呢 我告訴你 印度人的性格 就是最喜歡拿便宜的 嘩 現在有買過 為什麼不拿便宜 於是 我就跟他商量 我現在 我要買他的油 一定有商量 他才夠膽 不會默默的 不跟那個大哥 說一聲 就去買的 OK 就是養美熟 所以呢 你有沒有看到拜登罵他 沒有啊 剛剛呢 還召了過去美國那邊開會 他一樣沒有罵他 只是說 我不高興而已 因為已經合起來了 你儘管去拿那些便宜 最後一次 拿完之後 你就回到我那邊 那麼呢 究竟是長頭草 還是養不熟呢 我也很想知道 你知不知道他們的性格 是OK 所以呢 他們先得了一億 沒有你這麼好氣 慢慢的 你就知道 我告訴你 你不要讓我說中 是真的 印度 永遠不會站在中國那邊 你看看那個邊界那裡 整天 你打我 我打你 死的 全部都是印度人 沒有一次贏的 他們已經心 他們除了無賴之外 還小器的 你知道嗎 他沒有可能會原諒中國的 沒有這樣的可能的 OK 一定答應了他 OK 這次我不會罵你 你給這件事 就回來 總之 OK 所以呢 我看一下 告訴你 這個世界已經一分為二 已經是分了 是將會 基於以上 我也要全面性 詳細地 精密地 再加以金融 財經上面的分析 這個是一個千載難防的大機會 如果分析得清楚 是啊 好像長遠 是啊 做交易員老實說 最重要就是機不可失 是不是 門前失機 簡直是罪惡 昨天的市況 已經有一些曖昧 很奇怪 很奇怪 我兩個會 駁擊會 和熱炒盤房 只是做了兩次快事 我想跟你說 因為 師傅教了 逢生的事 有這樣的感覺 No position is best position 我沒有盤過夜 沒有盤成 我起碼都輸不到錢 不輸就試贏錢 好嗎 今天 OK 我的訊息 由你開始 散播出去了 好嗎 謝謝何寶Sir 今天正正經經地 在這個風雲色變的時候 第一時間通知我 是很重要的 好 我等你 我們和你這個周末 一起都 動起床板 想一下究竟之後各個方便 有什麼改變 不過其實我覺得聰明的大家 是會感覺到的 不要使我誤會 一起動起床板 是啊 我在東邊 你在西邊 好 已經沒有全球一體化了 好 我們星期四的節目 和何寶Sir 星期二的節目 和何寶Sir 再見面了 下星期二 OK 記得讚好和分享這段影片 給你的朋友 到時候可以 好 知道 好 拜拜 何寶Sir 謝謝